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在古代,好多的传言都是与前人的墓葬有关的,以至于好多上了年龄的人都深信不已。 他们有一些人还将村的名字也改为与之友联系,更让人们感到恐惧感。 位于北京西南长歌镇的坟庄村,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庄。 根据村里的老人讲,此村的北侧,地底下有座非常巨大的坟墓。 这个古墓被传说是达摩王的墓,它的石棺下面有一处海岩,直通桌州。 如果有人搬动或是打开石墓,就会引起海浪,甚至将淹没村庄招来杀身之祸。 所以千百年来,一直没有人敢动这个坟墓。 而他们所在的村庄,自祖先开始就守护着这座墓,不仅村民不让动,甚至外人也没有接近过。 村里的年轻人是不信这个邪的,考古专家更是认为这是可笑的。 在2008年的时候,考古专家就组建了一部队伍,在这里进行一次实地的勘测。 经过史料和文献的对比,推测出有可能是金国的皇帝完颜亮的墓。 因为在古代,完颜亮曾被号称是海灵王,如果确认,还得对古墓进行挖掘清理工作。 随着挖掘工作的开展,当墓志明被挖出后,考古专家惊呆了。 这里并不是完颜亮的墓地,墓主是唐代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墓。 在挪动棺木打开石棺后,也没有出现之前的预言。 这只是为了防止盗墓贼盗墓,墓主人自己编造的。 可见,当时的古人就已经很聪明了。